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安娜的前男友 安娜疑惑地问男主发生了什么事 男主向安娜解释 贝伦并不是失踪了 而是抛下自己和别人跑了 并非常肯定贝伦不会出什么事 之后 安娜在卧室洗澡 发现浴缸的水会自己产生波纹 家中会莫名其妙地停电 洗澡时 热水会突然变得很烫 安娜告诉男主 她怀疑这棵房子的油鬼 便带男主去听 许书池发出的声音 男主安慰道 可能是风吹水管的声音 叫安娜别担心 之后有一天 男主接到警方的电话 警方找到一具脸部被烧伤的尸体 怀疑是贝伦的 让男主去辨识 男主看了一眼 非常确定这不是贝伦 然后男主回到家中 看到卧室书架一片狼藉 询问安娜是怎么回事 安娜只是堂塞地说 在找一本书 并问男主尸体的事 男主说尸体不是贝伦的 并真诚地告诉安娜 贝伦已经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 安娜很开心地抱住了男主 眼睛去看向镜子 这时镜子中露出一张脸 故事发生在两个月前 男主调到了乐团指挥的工作 要去另外城市工作一年 男主想让贝伦和自己一起去 贝伦思考后 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陪男主来到了这个城市 并租下了这个别墅 过起了没修没俗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贝伦去乐团找男主 发现男主和小金鲜手暧昧 贝伦很难过 觉得自己放弃了工作来到这里 男主却还找别的女 之后和房东聊到此时 房东询问贝伦是否想验证一下男主的真心 然后告诉贝伦 卧室镜子后面有个密室 密室里面有发电机 可以用来开灯 甚至还有厕所 并且这里超级隔音 外面完全听不到里面的声音 但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所有声音 还可以通过卧室的镜子和洗手间的镜子 观察外面 之后贝伦打算考验男主 录了一段非手视频 开心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打算躲进密室 这时 男主马上就要到家了 贝伦匆匆忙地跑进密室 锁了起来 男主回到家中 看到贝伦录的视频 伤心欲绝 贝伦看到男主这么难过 觉得男主还是在乎自己的 决定出去 可因为自己现在匆忙 钥匙掉在了外面 这下贝伦真的被困在里面了 贝伦想打电话求救 可密室里没有信号 拿椅子狂敲玻璃 也仍然没有一点反应 靠着密室里发明的罐头 和嗅掉的水生活 无意间发现敲打密室里的水管 可以控制洗手池的水 想借此引起男主注意 可男主并没有发现异常 之后男主带安娜回家 贝伦也看到自己的男友 和别的女人啪啪啪 十分崩溃 在密室咒骂安娜 无意间又发现密室里面的开关 可以控制水温 所以烫上了安娜 直到有一天 贝伦看到安娜 发现了密室钥匙 并当项链待在了脖子上 这又唤起了贝伦的求生欲望 为引起安娜注意 贝伦不但地敲打水管 让洗手池的水有波纹 男主去认了尸体那天 安娜就无外闲逛 发现水不会无缘无故地有波纹 于是来到洗手池前 放满了水 开始通过波纹动态 和贝伦对话 发现贝伦被困在镜子后面 然后看见狗趴在卧室的镜子前 拆掉了那个镜子 就是密室入口 并找到了书柜上的钥匙拱 而自己戴的项链就是钥匙 贝伦觉得自己要出去了 很激动 可这时安娜犹豫了 并没有打开密室 她怕贝伦出来 会躲躲她现在的生活 然后安娜把卧室的东西 搬到了别墅的另一个房间 打算开始新的生活 可又有些担心贝伦 于是跑到镜子面前和她对话 但没有任何动静 直到有一天 安娜前男友找到安娜 并给了她一堆照片 是男主和那个小提琴手的安眉照 安娜发现男主出轨后 很难过 也体会到贝伦的感受 决定就贝伦出来 打开密室后 看到贝伦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上前试探贝伦是否还活着 突然 贝伦睁开了眼睛 打晕了安娜 拿了钥匙逃了出去 并把安娜关在了密室里面 来到大厅时 听到房东去世 打算出售房子的电话留言 然后就离开了 男主回到家中 发现安娜不见了 床上有个钥匙项链 而镜子上 有张自己和贝伦的照片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作为惊悚电影 在画面上并没有什么恐怖镜头 比起视觉上的冲击 人性的黑暗 才更加让人觉得模糊从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继续给大家解说黑镜系列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哦 吃观看 吃观看 去吃完 便で サブ ra